行政院积极推动成立体育及运动发展部 据了解历经三次咨询委员会议之后 今天上午的行政院会 除了将通过九个相关法案 还会排版更名为运动部 行政院政委使则就透露体育部跟运动部 看似只有两个字的差别 却是很大的步伐 因为第三次的咨询会中 有会议的委员主动提出 关于部会名称的讨论 体育委员认为 体育两次偏向上一代的思考跟教育 有比较大的关联 而运动部则比较能够彰显新时代 对于体育的看法 走出教育科目的范畴 得到在场所有委员一致支持 另外原先规划成立七个司 据了解现在也将变成一属加上六司 包括综合规划司 市营运动司 竞技运动司 产业及科技司 国际事务司 设施规划司 其中全民运动司 更将直接被升级到属级编制 跟原额都会扩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